人活一辈子,懂得知恩图报,才配得起拥有,我们的人心,都是敏感而又脆弱的,这么冬暖,会掏心掏肺,也会冷酷无情,人心,也都是肉肠的,没有谁愿意被人无情的对待,人心,也都是相酷的,我对你好,你懂得感恩,这样的你,才配得起拥有别人的给予,人心换人心,每一颗善良的心, 都值得被尊重,重情重义的人,才值得守护,才配得起拥有,一味的给予,一味的付出,却得到的是对方的冷眼旁观,那,心该是有多么的绝望,路遥知玛丽,日久天人心,时间久了,我们才能真正的看清一个人,内心的真诚,极其重要,这个世间是很残酷的,甜言蜜语的背后,永远藏着想象不到的惊喜, 没有一个人是应该前生就必须要对你好,而是面对对你好的人,要懂得知恩图报,千万不要做一个狼心狗肺的人,生命中,总会在你困难或者低迷的时候,出现无常帮助你的人,你一定要先存感恩,说句实在话,别人根本没必要去帮助,之夜大千世借礼,也很重要,他便伸出援手,就是那么简单, 而你,即便第一次小小的帮助,也要让自己铭记于心,因为别人根本不欠你的,没有懂得知恩图报,才能有源源不断的信心力量,当然了,做人,属于自己的就用心珍惜,不属于自己的,不要总是逼迫自己去索取,适当的放弃,没有什么不可以, 人生如梦,五彩缤纷,懂得感恩,胜于一切,请铭记,人活一辈子,懂得知恩图报,才配得起拥有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,订阅本频道